大家好,我是国际居心 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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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银大发 真的好刺眼,太阳大亮了 这段视频内容就是提升我们生活中的幸福感的一些单品安利 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幸福感就是当你拥有了某样东西 它能够帮助你,就是让你更加enjoy你的生活 让你觉得有一种舒适,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竞争那么大,压力那么大 如果生活中还是不添置一些让你觉得我还活着的一些小物的话 你会说提升幸福感的小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单身女性 你们这种单身女性 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做自己的女王,让别说去吧 这些单品仅是对于我个人而言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重重吵 你们也知道刚刚情人节不是过去了吗? 然后我就收到一份这样子的礼物 就是现在跟大家一起猜一猜 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就好期待不知道是谁送的 哇,打开了以后里面有封信,可能是送的人写给我的吧 哇好漂亮啊,你们看 有我最喜欢的喵 哇这个包装我很喜欢 我们现在就打开这封信,看一下到底是谁送给我的 哇 竟然是我送给我自己的 好感动啊 谢谢我自己 做自己的女王 没错,第一个介绍的就是他 softly的电动牙刷 还可以刻字的,然后刻个反发 好害羞啊 这个电动牙刷真的超级超级好用 你相信我用的它以后你会爱上刷牙 它的毛真的超级软的 它的毛非常非常细 是0.01毫米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其实我第一次用电动牙刷不是用这个牌子吗 当时我一刷之后一吐 妈呀满口都是血 当时我用了它以后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因为它毛非常的细非常的软 所以就能够防止我们这些牙齦出血 其实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你也会特别舒服 就特别适合说牙齿比较敏感 再一个好的电动牙刷这样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幸福感 牙齿这方面的保养 牙齿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每分钟的转速是48000下 相当于我们平时用手刷牙的100倍 不好意思哦 不好意思 这其实是200倍好吗 不小心可恶了 谢谢 这100倍的差别还不能够让你觉得说 哪种方式对于牙齿来说清洁力度更加的足够 它这个转速真的非常非常快 而且是那种很内力的整个清洁力度是无庸置疑的 这牙齿的干净很美白 对于个人的形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就是长得非常的好看 在你说话的那一瞬间就是 哇一口大黄牙或者就是有的没的 那总共是有四个档位的 然后第一个档位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 就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适合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美白档位 第三个就是按摩档位 但是我必须要说 你不要觉得说 哇啊 你用它牙齿立刻变得 哇超白超亮超美的 这只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要去做一些什么 医院里面去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我也保证用了它以后 绝对是有美白的一个效果的 因为我自己在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说 我自己是明显能够看到牙齿 就是以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对自己的牙齿蛮自卑的 最后我牙齿有点黄嘛 我那时候拍视频就是 一直有人说什么 牙黄牙黄 然后后面用了什么美白鸭 或者只是每一段时间 最后也是变黄了 但是我最近就一直在坚持用它 用了这个牙刷 我用了很久了 有半年多了 看到的牙齿 就是虽然不算是那种发光发亮的白 但是至少来说 这个程度的话 对于就是日常生活中来说 已经是足够了 我真的真的强烈推荐大家 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牙齿 你才能就是向别人展示你 有美的笑容 嗨 这样子才能拍到在付的袋好吗 而且它非常的神奇 就是画了一个头以后 它就会立刻又变成一个截面刷 它这个截面刷的毛也是非常软 你看我根本就没有用什么力 它这个毛非常软上脸的话 完全不会有那种刺痛压迫的感觉 就是洗面奶配合这个截面刷的话 整个气泡以及清洁力度都非常的完美 对时间提升了我们生活的幸福感 我现在不能够上脸 因为老娘今天化了妆好吗 它也是一个对于旅行来说 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东西 你只要戴头的话就能够压刷 跟这个洗脸衣都戴了 而且它的整个续航能力非常的牛逼 整个续航能力真的非常的可怕 这个礼盒也是非常好看 是可怜的单身狗坏 可以自己送一份这样子精美的礼物给自己 就觉得非常的 让自己感觉到幸福 有对象的男生女生 你们就可以 买一份送给你们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我觉得就是收到以后也是会非常的惊喜 有对象了不起啊 而且还可以刻字 就刻你们最喜欢的什么 老公老婆啊 恶心 下一个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这个 贝夹式的充电宝 有两个这样子的充电宝 你们就更知道我有多喜欢它了 不过黑色的这个是我第一个买的 但是我不太推进这个 因为这个非常的重 其实拿在手上的话是有一个负重感的 所以我后面才会买这个白色 这个白色超级轻的 真的就是跟普通的手机壳 那个重量一模一样 出门在外一定要带充电宝 如果我没有带充电宝后 整个是会非常的不安 没有安全感 那这种传统的充电宝 真的 你带了出门就等于多带了一个砖 这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拿来打人 你还要自己带一条线出去才能充 最重要的是 这种充电宝谁都能充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就明明是自己的充电宝 就带出去是给自己预防万一用的嘛 可是就经常周围一大圈呢 就不会带充电宝 然后手机又很容易没电 就会说哎 有没有充电宝 接着用一用 一次两次的话当然是没问题啦 但是就有时候明明自己也快没电了 还要给人家用完了 就整个觉得 我要控制我自己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有时候也不是斤斤计较说什么 建人家充电宝 也是这样子说七说八的 就只是说 明明是为了给自己带来便利的 没想到反而给自己带来不便利的 说有了他以后 但别人跟你借充电宝上就说 不好意思 这个要我这个手机型号才能用的 我也不是不想借你 只是就是 you know 就是我真的很想借你的呢 真的是借不了你 你只能我用 好人又做了 充电宝又没借 真是心机表必备的 把充电宝这种东西完全的简单化 你只要把你的手机就是这样子插进去以后 然后再按这个开机 哎 没电了 想有安全感 就觉得好幸福吗 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一样就是它 它就是一个小黑板 可以看到就像这边是洗手间的话 这边是房间 我就把它挂在这个进门就能够看到的地方 也是出门就能够看到的地方 这个真的特别的好用 就能够让你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有规范一点 就可以每天在这里写我今天要去干嘛干嘛 或者就是你有什么计划的话 也可以写下来提醒一下自己 我最近像我写的话 就打算写一个减肥计划计划 像我今天的话是二月多号 二月多号忘记了 我今天刚秤的我就是有八十斤 然后我就写下来 怎样我就是八十斤 今天好像不是这样子写吧 这能够把很多事情写在上面 然后你做事情的话也会变得规范一点 它这个会有一个五横钉送给你 这种钉的话即使拔了以后 整个墙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而且特别的稳固 非常推荐这一样东西 会让你觉得生活还是有意义的 生活还是得过下去的 下一样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自热火锅 也是非常非常火的 相信很多人应该也知道 这个自热火锅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二个了 特别特别的好吃 非常方便嘛 如果你是自己个人住的话 就非常推荐你推荐很多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一天的工作下来 就已经非常非常累了 然后晚上什么回到家 有时候想吃个什么宵夜的 你就太懒了 就不想出门去买菜买了菜回来 还要就是煮菜 煮了菜以后还要就洗碗什么什么的 只要一想到这些我的懒癌 又战胜了我的饥饿 就觉得好懒了 那就算了 但是有了它以后就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了 一饿你就只要把阿哥夹 就把他夹水什么什么 然后滚烫以后就 就整个好温馨 好温暖 好温馨 所以我会非常推荐自己更住的人 囤多一点这个东西 而且它的料非常的足 就像我这种大胃王猪腰就一盒的话 对我来说就刚刚好了 然后现在要介绍一些让我感觉到幸福感的一些护肤品 和专品 第一个就是它透震的玻尿酸原液 也使用了大概有两个星期吧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到这里这么多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白菜价的一个基底精华 我会非常推荐学生当入手 使用了两个星期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性价比是可以的 它的保湿效果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它完全不粘力 它这个精华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水状的质地 可以看也不粘力 而且它很好吸收 补水效果真的巨好 别的不所谓 我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别的特别好 但是它保湿跟补水 这两个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特别像现在冬天 我整个混干皮 就在冬天的话会立刻变成大干皮 不仅容易爆皮 而且会觉得脸特别的难受 就特别的紧绷那种感觉 好像就你拍多少的 那些什么化妆水什么的 都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的话会加几集在我的化妆水上面 就混合在一起拍 坚持凶下来的话 整个爆皮线状会好多 而且你会觉得你的皮肤非常的细腻 它是一个原液精华 所以它浓度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分子量会比较小 所以这样子的配方才会比较精简 就尽快的改善我们肌肤的那个状况 它里面是有五种发酵的玻尿酸 分别能够起到五种不同的作用 像什么油润亮肤 这样的皮肤 以及就是深邃的补水啊 保湿啊 就是锁水 而且它是无香精 无酒精 无添加剂 像我这样子涂抹的话 它是一点味道没有的 如果是敏感皮的话 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如果是那种很经常出门 或者就是要出差人 的话会非常推荐你入手一瓶 就不仅可以作为一款基底液使用嘛 像我们什么气垫 就如果太干啊 粉底液太干 你也可以加基底 还可以加基底 这样子的洗发水 或者就是目露面 可以提高这个使用感受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款玻尿酸的原液 所以就是非常多的使用方法 所以出门在外就配一瓶的话 你能够觉得 好温馨 暖暖的 好贴心 重点是它价格真的很便宜 这样子的价格 买到一个就那么多用处的一个玻尿酸眼液 我觉得 四手无不不要钱好吗 像我们这种精致女生在生活中 就是很喜欢买有的美的化妆品 但我觉得就是化妆品基础的 就日常中要用的 一定要买好用的实惠的 但是有时候 我们这种女王也是能够放肆一下自己的 就让自己买一些比较 看上去没什么软用的化妆品 就填补一下我们这些没有男人的空虚心灵 那就是 它 够浮夸了吧 这个是CATVOND的一个眼影盘 我的妈呀 这个眼影盘真的超级好看 就是包装 超级完美的 我就觉得我不买不是人知道吗 这样这样这样 好美呀妈呀 天哪 就是这两边是镜子 然后 哇 可是颜色的话 会比较适合去唱戏比较多一点 没关系啊 有这个外表 它怎样我都可以原谅它 快点告诉我 我不是个人就是会冲动的去买一些 就光有外表 然后使用性不高的东西 快点告诉我我绝对不是一个人 你们也是这样子是不是是不是 我连去试色都不敢试 就真的太美了 不想去破坏它 就当你感觉到生活非常的疲惫 非常辛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出它 然后立刻就觉得 哇 我竟然有一件那么好看的化妆品 去你妈的生活 什么生活 我有它就足够了 哇 好开心啊 有时候也要给自己买几个浮夸一点 你喜欢就好的化妆品哦 然后这个的话 然后以后应该还是会给大家就是做一个 试用的 有化妆就是化什么 神魔鬼怪妆的时候 给大家试用一下 下个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非常好的提升我们的生活 幸福感就是收藏 我自己是个非常非常喜爱收藏各种东西的人 无论是收藏任何东西 什么东西都可以收藏的 前提是是你喜欢的东西 不要去跟风 觉得别人收藏这个很酷 我也去收藏 收藏这个是一个提升幸福感 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会不会觉得就是假如这个月我们有1000块钱零花钱 然后到月底我们可能就是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收藏的话 就也是用完了 但是你可能说哎 我拿这1000块钱拿500块钱去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各东西我收藏 然后到月底的话你也是没钱了 你最后也是没钱了 你至少还收藏了一大堆东西 你会觉得 就是 还是有用的这些钱花的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收藏的一些东西 看我视频久了就知道我很爱买唱片嘛 就什么唱片我买 到之前买的话都是可能买某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歌手 或者就是明星之类的唱片什么的 然后最近我买的就是这一些 这就是我收藏的我喜欢的电影的原生带 因为我是刚开始收藏的 所以也并没有很多 然后给大家介绍介绍 第一张就是这个 这个是那个海上钢琴师1900的 这个电影超好看的 看一次哭一次 这个的话是那个天堂电影院 我特别喜欢 还有这个重庆森林的电影原生带 这个是我在这里面最喜欢的这一张 这张不是新版的是95年版本的 就是95年那年出的 就是给我在二手店淘盗了 超级开心的 然后下个的话就是一个日本的电影 叫做《入联时》 这部电影答应我一定要去看 看了以后我会对于深思有一个新的理解 然后下张也是我很爱的电影 拉拉恋爱月之城的一个电影原生带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就是觉得说生活中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就是即使最后不能够在一起 但是还是要谢谢一路上有你 干嘛我这又没有谈过恋爱 讲情个什么 我最喜欢的转光炸蟹的一个黑胶的唱片 羡慕吧 你们没有 我有 我真的好喜欢哥哥 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了 而且他拍的所有角色 就是每个角色几乎都没有重复 像霸王别姬里面就是那种很痴情的 然后那个阿飞正传就是那种风流浪子 然后再当那个枪王就是变态杀手 就觉得 为什么他每一个角色可以诠释的那么好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完美的人吗 没有 谢谢 说哎呀我一下子我要收藏 然后我一下子就买买买 买五六张七八张这样子收藏 我是一张一张慢慢收藏的 觉得一下子你买太多的话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了 而且这笔花销说真的实在是不小 然后像这样子一张一张买的话就是 比这样没那么大的负担 一层润二的漫画机也是我最近在收藏的 然后这个我是怎么收藏的呢 就是这个漫画不是在香港 我才看到有卖嘛 然后我每次去香港就买一本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日本的首绘漫画家 叫做高木之子 这个我也是我看完一本我才会去买第二本的 这个除了一个人住的第几年系列的话就 非常窝心就能够有时候觉得说啊 其实一个人住其实蛮开心蛮幸福的 只要你活得有一个幸福感的话 是渡边春意的书 我也是看完一本我才会买第二本 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养成收藏这个习惯 你去看一下你到底感兴趣哪样东西 就每个月可以拿一小笔资金去购入这个产品 但是一定要切记之一个一个来收藏 这样子才有那个收藏意义 看之前别人就是幸福感小物都会推荐一些APP嘛 然后我觉得一些什么就是太太普罗大众的APP 就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也不用推荐 像这次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我根本离不开它 如果有一天这个软件不在了 就是我死的那一天了 我用这个软件已经三年了 就是非常的久 但是呢 这三年里面这个软件一次都没有更新过 也没有改头画面过什么都没有改变 就这现在进去看那个界面什么的 还是三年前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软件的老板会不会已经就跑入了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空壳放在那里 这是一个叫做耳鸣RX的一个软件 针对有耳鸣的人而制作出来的 我有非常严重的耳鸣 就是根本一不好的一个 也不算是病吧 不然就是根本一不好 就一直耳朵就一直想嘛 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我都是非常的辛苦 几乎都要得那个抑郁症了 就是非常难受 晚上也睡不着 因为耳朵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然后这个软件的话 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微博什么 搜一搜搜搜 然后就看到这个软件 那时就下载来说 只是抱着说有用吗 就是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就随便点了一首歌听 然后就慢慢听一听 我就感觉就听一两下 就觉得自己已经听不到 那个耳鸣的声音 只听得到里面的那些歌 然后慢慢就可以睡着了 所以这个软件我真的 我根本离不开 他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打开以后是非常简单 就有个今日歌单以及下载 你就只要点开这个今日歌单 他每天的歌单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天都会有30首歌曲 好像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我最喜欢的歌单是N开头的那个歌单 像今天话是B跟D开头的歌单 下载里面都是那种很轻音乐的 即使你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的话 你在日常生活中 就有时候自己太烦躁 太难受的时候 你也可以听一听 真的能够顿时就觉得世界都安静的 然后心里面也会比较 就是舒服舒适一点 B49 我也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到一些残的叫声 就是那些残的叫声 能够让你暂时听不到你的恶名声音 就很舒服 特别好听 我们一起享受听一下这个歌吧 这次果然是有耳眠的话 因为我曾经曾经因为耳眠差点 就得上抑郁症 那段时间真的连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你是完全睡不着的 就你很累很累 可是你一直想一想完全睡不着 就有点好像那种神经都要崩溃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是得什么病也好 什么再难受也好 也要积极的看待生活 这世界上比难受的人多的很多 就这一秒的话 就现在你看到这边的这一秒 已经世界上已经就是有几个人 就是因为什么意外疾病 已经就去世了 说你现在还活在当下 活在这一秒 你是幸运的 今天所介绍的所有产品的话 都是我最近觉得说 我使用了以后觉得很磨心 然后让我觉得有幸福感的一些东西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我种草了什么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条订阅服务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好吗 好吗 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